金庸笔下的中原武林 向来以少林 武当 丐帮为尊 他们能站在武林之巅 是因为他们远远流长 而金庸笔下却有一个 昙花一现的强大门派 即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 逍遥派自带一种神秘的气息 尽管他们参与主线的剧情并不多 却又对主线剧情影响深远 三位主角中 段宇和虚竹的崛起 都是得益于逍遥派的绝技 那逍遥三老尚且在书中登场了 还算有些戏份 他们的师父逍遥子 却依旧被迷雾笼罩 这人究竟是谁呢 如何能够创出如此多精妙的武功 或许金庸早已经将答案藏在细节之中 一 趋近魔幻的高手 逍遥子有多强 着实难以估量 至少从他那三位弟子在书中的表现来看 他一定是位决顶高手 逍遥三老中 乌鸦子虽然自登场时起 就已经是残疾的状态 但他却能够凭借北明之力强行续命 这已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 何况他还能匿运北明神宫 将一身内力传给虚竹 让虚竹这无名小和尚 直接摇身一变成了绝顶高手 天山同老作为三人中的大师姐 他所擅长的天长地久不老长春宫 能够让他返老还童 这已是超出武侠范畴的设定 神雕侠侣中周伯通就说过 这世上哪有人能够返老还童呢 他不知同老就做到过 同老那生死福更是无解 众招者往往生不如死 至于李秋水 他那白红掌力能够随心而动 指哪打哪 让人防不胜防 他能和同老斗上数十年 可见他的武功也不在同老之下 三位弟子尚且如此 逍遥子那当师父的自然就更强了 至少新修版中就提到过 逍遥子确实是一位 触及修仙境界的高人了 原著最后一回就提到过 他前往不老长春谷夺取神书 之后便有了不老长春的能力 书中是这么说的 不老长春谷里 本来有部神奇的书 教人怎样长生不老 现今这部神书 给一个叫什么逍遥子的人拿去了 谷里只留下令人引了 可长宝青春的一道泉水 或许逍遥子正是在夺得此书之后 才创立了逍遥派 不过这人究竟是谁 难道真是那藏身少林寺的扫地僧吗 逼者不以为然 因为扫地僧所展现的武功 明显不是源自逍遥派 那更像是少林派金刚不坏体 至于他为何能够施得 揪魔制的小无相功 兴许是他曾与逍遥派的高手交过手 毕竟乌鸦子和李秋水 曾有心掠夺天下武功秘籍 其中自然也包括少林派的秘籍 而逍遥子则更有可能是一位有历史原型的人物 二 有历史原型的人物 金庸通常会将那些有历史原型的人物塑造得格外强大 比如《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提到的 终神通王重阳 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全真教掌教 又如《倚天屠龙记》中登场的张三丰 固然身为主角的张无忌 有乾坤大挪移 太极 圣火令 以及九阳神功 四大绝学加持 却也始终谈不上超越张三丰 就因为张三丰 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还有《笑傲江湖》中提到的 大唐开国名将李靖的事迹 书中是这么说的 二祖在长安道上 遇上一位精通武功的年轻人 谈论三日三晚 才将《易经经》中的武学密奥尽数领悟 那位年轻人便是唐朝开国大功臣 后来辅佐太宗 平定突厥 出将入相 绝封卫功的李靖 少林历代高僧 也不敢说自己能够参透《易经经》 哪怕是得到高僧 多半也要数十年的苦练 方可触及皮毛 而李靖却只用了三天三夜 便领悟了《易经经》的奥秘 这是何等夸张的天赋 而这即是有历史原形 这一属性带来的加持 所以《逍遥子》是否也有历史原形呢 多半是的 作为天龙八部中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逍遥子》的原形 或许能从三位主角的姓名中找到答案 三 三位主角的姓名 此作共有萧丰 虚竹 段玉 三位主角 这三人的名字有何玄机 其实很简单 将三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 你就能够得出答案 其中虚竹取虚 段玉取玉 萧丰 则取风 将这三个字连在一起 便是虚玉风 再将其转化为同音的虚玉风 答案就浮出水面了 苏氏的《前赤壁腹》中 就有这么一句 白鹿横江 水光皆天 纵意为之所如 灵万青之茫然 浩浩乎如逢虚玉风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乎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仙 其中就提到了冯须玉风 而连载版天龙八部中 逍遥派最精妙的一门武功 恰恰就是逍遥玉风 这一点苏星河 就曾对丁春秋提到过 丁春秋 你此刻的武功 虽然胜过了师父和师兄 但逍遥派最深奥的功夫 你却摸不到一个边 逍遥玉风这部书 你要不要看 师弟 本派所以叫做逍遥派 便是从逍遥玉风 这部书而来的 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武功 当真可用深不可测四个字来形容 此书向来有掌门人掌管 每一代的掌门人 也只能领悟其中一二而已 而前赤壁腹中也提到 飘飘忽如一世独立 与话而登仙的字眼 如此看来 苏氏也有几分追求修仙境界的意思 与那逍遥子一致 甚至后面还有一句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遗塑 哀无声之虚余 陷长江之无穷 辖飞仙遥游 报明月而常中 知不可忽咒得 脱遗响于悲风 你看 苏氏就曾感慨人生苦短 羡慕长江无穷无尽 他也是有心追求长生不老之道的 同时天龙八部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折宗时代 而苏氏恰好也是生存于这个时代 如此看来 逍遥子这个角色 多半就是金庸以苏氏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苏氏不仅是文人 而且曾当过黄州团练副使 因此是有武功在身的 正如前文所说 金庸笔下那些有历史原型的角色 往往都会被塑造得格外强大 逍遥子既然是以苏氏为原型 他会格外强大 也就不足为奇了